中共國家監察委3月19號 公布武漢疫情吹哨人李文亮的調查通報 但沒有給出民眾關注的高層責任人的信息 而是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了派出所的警察 大陸民眾擔心 如此避重就輕 悲劇還會重演 拖延40多天 在民眾的不斷追問與關注下 中共國家監察委3月19號 公布武漢疫情吹哨人李文亮事件的調查通報 通報中稱 武漢中南派出所對李文亮出具訓誡書不當 建議武漢市監察機關對此事進行監督糾正 敦促公安機關撤銷誡書 並追究有關人員責任 李文亮是武漢中心醫院的眼科醫生 是最早在微信上披露武漢發生中共病毒肺炎疫情的醫生之一 並因此受到武漢警方的訓誡 他自己後來感染病毒去世 資訊激發了大陸民眾對中共隱瞞疫情的憤怒 民意洶湧之下 中共宣布派調查組調查 武漢公安局在通報公布後 立即宣布撤銷對李文亮的訓誡書 並火速懲處了涉事警察 負責約談訓誡李文亮的中南路派出所 一名副所長被寄過 執行訓誡的基層警察被警告 通報還聲稱 武漢警方對李文亮的訓誡處置 是依據中共的傳染病防治治安管理 以及市衛健委的情況通報進行的 也就是說 公安訓誡李文亮是沒有錯的 通報沒有提及訓誡事件背後真正的指使者 也沒有對造成李文亮悲劇的原因提出任何質疑 旅美時事評論員邢天行認為 中南路派出所應該沒有那麼大的能量 作為一個地方上的這個派出所 他還沒有那樣的膽氣和資歷呢 去敢去這樣去觸碰 他一定會向上面報告的 而且就是像李文亮他們是在 這個微博的群裡邊轉發這個消息 那中間就有一個環節 是誰在監視這個微博 然後把這個內容告訴了這個公安機關 有民眾質疑調查報告避重就輕 他們在網上留言說 一個基層派出所 是怎樣將訓誡令安排到央視新聞播出 並轉發全國各省級的電視臺呢 還有民眾指出 應該調查個人微信 為什麼會被警方獲取 訓誡是有哪個級別 有誰決定的 這些人都應該被追究法律責任 否則 調查又是一次為罪犯開脫而已 邢天行指出 中共現在要所謂疫情維穩 公安更加肆無忌憚地作惡 中共現在這個所謂的這個政績 就是這個疫情的政績 試圖通過這個疫情重新打造 它這個世界救出主的這樣一個地位 那它的這個目的和它原來奉行的 這種言論封殺的這個都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它不可能真正的對下邊的這些明目張膽的 這種違法行為呢 去進行有效的制裁 對於像李文亮等8名醫生透露信息的醫生、發掃人、艾芬 和其他7名被訓誡的醫生 通報也沒有提及他們的現況 據報導 武漢中心醫院黨委書記蔡莉、院長彭奕香 以及紀委書記林蜜等人 曾制止醫護人員對疫情提出警告 並迫使他們不戴口罩 暴露在病毒威脅之下 致使該院有300多醫護人員感染 4人死亡 4人靠遺棄維持生命 死亡的醫師包括李文亮 但是這些官員至今都沒有被糾責 因此有網民悲觀地表示 調查組的結論說明 言論管制還會繼續 李文亮悲劇還會發生 瘟疫若再爆發 還會有千萬個人白白死去